这小查理探age 这小查理探age 太帅了 快看 像我女儿 太像了 这个 是古风的老婆吧 长得怎么 有点俗啊 照我们家小秉是不是 差远了就是 再俗也是个有钱的女人 你敢看呀 所以说呀 谁不爱钱哪 当初啊我反对她们没错 可是现在呢 我女儿倒亏了 你们赚了 知足吧 行了 我走了 谢谢啦 谢谢啊 庄姐 难听的话谁不会说 我也会说 可是我今天不想说 我想咱们都是明白的 谁家碰上这样的事情 都是难以接受的 我希望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理解我们的心情 我们家现在需要难题 请你几乎不要再打搅我们了 放心 我也不想看着你们 你们不痛快我们也是同样的 我只是希望我的外星子能健健康康地长大 我们别无他求 希望你和老虎多保重身体 夫妇 夫妇 要懂礼貌 好了 我走了 谢谢啊 什么东西啊敢教育我 你闭嘴吧你 你也不想想现在小查理在什么地方 你这样骗人家我都觉得李亏 爸 我 什么都别说了 赶紧想个办法 把孩子抱回来吧 怎么抱回来呀 韩俊生是不会撒手的 除非跟他讲实话 妈 你就不怕害了我妈 可这样我没有一天 信你踏实过 老觉得对不住孩子 他又没吃过 可那能一样吗 那感情上能一样吗 我们才是他的亲人 我都快受不了了 来 谢谢我啦 谢谢 吃个鸡子 我剥给你吃 我还是自己来吧 别啊你 这是在我们家 当然是我剥给你吃的 张嘴 我自己来 我们老亲 都贴成这样 孩子白养了 咱不能再贴钱了 走 妈 我还想问你借钱买房子呢 我这又不是银行 你问我要钱干什么呀 跟你婆婆要去 要凑地儿了 我说你是不成心啊 菲菲 你说你也是 你非得让古风难堪啊 怎么了 行了 哥 我请你出去喝一杯吧 我也去 你就别去了 老老师在家待着 帮我看会儿小查理 快 快 快 妈 喝水 妈 喝水 别麻糊了 安静一会儿吧 商量点正事 妈 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您怕什么呀 人严敏他妈不都说了吗 严敏不会回来的 人家在国外有大房子有车 回来拿个照片就是了个心愿 仅此而已了 人家都很务实 是您想多了 什么叫我想多了 什么我想多了 小查理是我们的亲孙子 现在还在韩俊生手里 我们能不想吗 这事还不都怪你呀 怎么着 不 不都是你呀 你当初是要是有一点点爱心 那孩子不就留下了吗 我当时苦口婆心地跟你说呀 我们养着不用你们管 你就是不听啊 不愿你怨谁呀 妈 这事怎么能怨我呀 您说您跟我爸 当初要是把实情告诉我 我这事情怎么着也发展不到 今天这个地步是不是 能告诉你吗 敢告诉你吗 你那嘴上有把门的吗 反正我妈 我觉得您之所以不告诉我 无外乎两点呗 一 拿我这个女婿当外人 二 那就是为鼓励离婚做准备 怕我拿这事威胁她 是吧 什么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呀 鼓励 怎么又动手啊 五四 今天我当着我父母亲的面 我把话给说清楚了 你说对了 我早在五年前 我就想给你离婚了 可是我对你还抱有一些幻想 可是你令我太失望了 五年了 我们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除了打架还是打架 这日子我都过孽了 我告诉你 这货离业带离 不离业带离 你威胁我也没有用的 我是不会动摇的 妈您听见了吧 爸 爸您听见 您听见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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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爸 妈 您 您这都看见了吧 这是为了那五十万吗 这铁了心的要跟我离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他就是爱上那韩俊生 行了 你别胡说八道了 你看见了 抓着了 现了原形了 我跟你讲 你们两个凑在一块啊 那就是半斤对八两 知道吗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知道 您二老肯定得像着她 她是您亲闺女啊 还真盼着我跟她离了 让她嫁给韩俊生啊 跑给小查理当后妈是吧 老四 你说什么呢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告诉你 在你和古力这个问题上 我跟你爸 从来没有偏袒过他 这个你可以拍着 自己良心问一问 要再敢胡说八道 我也敢打你 你信不信 打了天了呢 来 来 来 我们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谈 我跟你妈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们是不会掏钱给你买房子的 不是我们舍不得 是我们根本不相信 你们的婚姻能长久 可是爸 有谁能保证 可以在一起过一辈子呀 总不能 总不能因为怕离婚 怕财产的纠纷问题 连家庭都不见事了吧 好啊 那你让古风他们家 把房产抵押给我 我借钱给你 这也太现实了吧 亏你能想得出来 那你呢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骂我是小木匠 说我是看中了 你爸那个小家具厂 才娶了你妈这个小寡妇 那个时候 你有尊重过我吗 见了面就闪婚 只允许你们做这些新鲜的事 就不允许我们这些做老人的实际一点 爸 对不起 我是有可无心的 贝贝啊 你还是先学会如何对待老人再说吧 平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啊 买房子了 缺钱了 知道找我们了 门都没 爸 爸 小米啊 小米啊 小米 妈 妈 怎么样 拿到了没 还说这股家人太不是东西了 照理说亲妈见儿子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瞅他们家一个个那太多 我硬忍了 要不然我非给他们几句不可 行了 你快告诉我 照片拿到了没拿到 都急死我了 瞅你急的 我还能拿不到吗 不不不不不 给我 这中间这就是你儿子 叫古查理 小米 叫小查理 帅吧 看 多帅 不是 妈 你没弄错吧 这真是我儿子 怎么能弄错呢 你看 这不是古风吗 这旁边就是他老婆 人家还说了呢 就为这孩子 连自己的孩子都没养过 这一家三口啊 可幸福这儿呢 人家生怕咱们去打扰 就放心吧 虑待不了这孩子 你也累了 先去休息吧 我再看看 好 好吧 嗯 来 这个小帅哥是你儿子啊 阿姨好 阿姨好 小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在找查理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里面有问题 喂 阿老师吗 我是严敏的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方便 咱们能见一面吗 好 没问题 明天我过来找你 再见 哥 接着来看看吧 我这儿不被饭店抢吗 电话挺大的啊 我们做生意啊 靠的就是门面 别让人感觉呢 你的公司在不断地壮大 给人一种信任感 全都用钱砸出来 你小子还一套一套呢 我不能跟你比 你呢是做教育事业的 受人尊重 我要是做生意的 主要是看客户的脸色 弄不好的客户是张口就骂 把砖就给你拍过来 你肯定没经历过吗 主公 做生意不容易啊 谁容易啊 现在这社会啊 做男人没有几个容易的 你要是赚不到钱呢 就是你没本事了 回到家以后老婆肯定骂你 我姐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男人的地位 是靠什么提升的呀 是靠钱把你给点上去的 那也未必 人家换到夫妻不有的事吗 这不能一概而乱来 韩老师 你是想让我夸你吧 去你的 不过说句心里话 我是打心眼里挺佩服你的 你看嫂子身体一直不好 你还能把她娶过来 而且一直到最后把她送走 还有那个小查理 她都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还一直这么疼她 是条汉子 我挺佩服你的 行了 别给我戴高帽子的 只要感情在 的话你也一样能做到 来 喝一个 您叫胡查理 小明叫肖查理 太太怎么还没来 她已经去世了 这么说这些年你都是一个人待着的 太不容易了 你呀还真是个好父亲 帅哥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在叫查理 小明啊 干什么呢 干嘛呀你啊 我去趟股家看看儿子就回来 去什么去都几点了 你不会这儿没拿回来 已经憋不住了吗 你说什么呢什么就憋不住了 那你干什么去 不是 我就去看医院 医院行了吧 小明 小明 你看你叫你去说你不去 你现在去 那不是找爱妈呀 我怎么说来着 人家跟大孩子过得好好的 最怕咱们去打扰了 你不是说了吗 你也不想见 怕见了时候的 你不想孩子过不好的 再说 你以为老谷家那么好对付吗 也就你妈我能对付她的 我什么话都敢跟他们说 你行吗 那不死你又跟你说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信他们吗 你相信他们 能为了我的儿子 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要吗 什么叫你的儿子 那不是古风的儿子 他是父亲 他就应该这么做 我问你 今天谁送你来 是不是韩老师把你送回来 你干吗呀 你干吗老盯着我呀 什么叫我盯着你 我是关心你 你小姨来电话说的 人家凭什么送你 你不会是吃一顿饭 就把这女婿给我吃上门来了吧 我的妈呀 这哪跟哪啊 您饶了我行不行 赶紧睡觉去 还有 我警告你啊 当后妈 绝对不行 当后妈 谁当后妈呀 给谁当后妈呀 我是提醒你 感情来了 谁也同意 经营婚本来就够难了 这当了后妈那就难上加难 你都离了一次婚了 你不想再错了孩子 妈 我告诉你 只要你不瞎搅和 我肯定不会犯错的 干吗 你想骂我是不是 我不想跟您吵 我真的不想跟您吵 我不去了行不行 行不行啊 这还差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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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这是啊 喝多了吗这是 我天哪 你深的酒味啊 走走走 赶快回宫去走 回宫去 到哪儿喝酒去了啊 哎呀您甭拽我 我没喝多 您知道我今天跟谁 喝的酒啊 跟韩俊生就在我公司 他说我干得不错啊 好好好 我们相信你啊 你会有主书的 走走走走 我得让严敏看得起我 我得让严敏他妈看得起我 我将来一定会有出意的 我肯定会有出意的 对对对 我都看见他 看见谁了 我看见你了 我看见你了 你胡说八道 人家在国外看见什么了 你醉了 什么在国外呀 我都看见他了 现在一闭上眼睛 我都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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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见他 他妈说我是一出帮蛋 你相信我 我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我和你儿子 妈相信你 你儿子 我和你儿子 你儿子 你听妈的 你可不能再想他了 你知道吗 今天是寒几杯不再要再的话 你就麻烦了你 你儿子 你儿子 你真是喝多了 人家在国外 你现在是有家的 人家在国外 人家在国外 我都在想他 你知道吗 行行行行 你听妈的 你清醒他 清醒他 好不好啊 行行 你听见没有 你醒醒 妈 我现在还能想谁啊 我还能想谁啊 谁我都不想了 我婚我都散了 我还能想谁 我就是心里面不痛苦 我不痛啊 不就是钱吗 不就是钱吗 我不痛快 我心里面不痛快 我不痛快 知道知道知道 孩子 不痛快 孩子 快 快回去 起来啊 快 快 你说这孩子 你说 这孩子 这孩子真是 喝什么 快 快 快 唉 五千说 股丽 五千说 哎呦 一切 你干什么呀 你睡不睡啊 不睡你出去 吵不吵啊你 我跟你说 你弟弟喝醉了 把严敏的名字都挂嘴上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一直就没忘了他 你别没话找话啊 我就是要跟你离婚 其他的我懒得跟你说 干吗非得离夜 都老夫老妻子了 我到底哪点对你不好啊 谁跟你老夫老妻子了呀 我是咽着头皮 才过到今天的 我告诉你啊 我需要找一个会挣钱的丈夫 怎么 我没说清楚吗 你是这样的人吗 早就跟你过腻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俩之间没有别的 只有两个字 离婚 其他的少谈 钱 钱 钱 你这个女人一天到晚就知道钱 你胃口到底有多大呀 我就是胃口在小 你胃宝过嘛 连套房子你都买不起 还赔了五十万 我现在都不想看见你 那你想看见谁啊 韩俊生 是不是 人家爱你嘛 你别扯得太远了啊 你就放了我行吗 你别扯得太远了啊 不可能 你要离婚 我就敢斗底 你信不信 韩俊生要是知道 小查理是你弟弟的亲儿子 不抽死他才怪呢 你还想跟他 门都没有 谁都甭想好过 你 你是不是招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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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行了 我拿不住你 我就不是你丈夫 睡觉 睡觉 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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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林敏 韩老师 没耽误你上课吧 没有 你怎么这个时间过来了 是这样的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一下 金贝 哥 爸 金贝 你怎么来了 你还说呢 谁让你叫古风喝那么多酒的 游身忧郁的道理你不知道啊 太锁了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反正如果生下的不好 就跟小查理一样 圈让你呀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你以后说话能不能拥有脑色 怎么 小查理不是你亲生儿子 当然不是我哥的啦 谁不知道啊 小查理是我婆家人捡来的 是我哥好心 把他收下了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别在孩子面前乱说啊 不然我不客气 我什么时候乱说了 我是来帮他拿衣服的 拿药是什么的 等一会儿 在办公室呢 你妈 他谁啊 延敏 这是我妹妹韩晋贝 你好 你好 你们有事先忙吧啊 我走了 你不是有话问我吗 黄老师 其实 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改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再见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什么什么关系啊 你喜欢他是吧 老实交代 别那么一点吧 你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可以始终是重新手机会 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 来 我 牛 把narum嘛 我可不敢帮托 先 回去吧 对了 我跟你说啊 别再跟老四提离婚的事 知道吗 你干嘛向着老四呢 什么我向着他 你知足吧 你到外边看看去 哪个女人结婚之后 不是公共婆婆 矛盾一大堆 烦心事一大堆啊 你就够可以的了 人家老四是挺不幸的 没爹没妈 但是对你来说 这省多少事啊 就你这脾气 你这个性 要是有公共婆婆 一天还不知道 打多少架呢 能处得一块去吗 老四是没本事 挣不了大钱 但是也不是不能挣钱 你呀 胃口不要太大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句话啊 别瞎折腾 妈 你听我说 我 我说 什么我听你 你听我的 妈 妈 Wellness 快 денег Barnes 喂 谁呀 毅 Г 严敏 你 不是在国外吧 你知道我干什么 好 好 我马上过去 听到了 就知道看报纸 听见没有啊 对 我还没看完呢 家里事你到底是管是不管呢 你说吧 女儿女儿闹离婚 儿媳妇呆着娘家吵着要买房子 追着她妈要钱 她不定怎么编排我们呢 一大早啊 她妈又来电话开骂了 又来骂了 又来骂了 奇怪吗 我耳朵都听出奖子来 都习以为常了 你是没听到几回啊 说她女儿回家去跟她要钱买房 就是受你儿子支持 你儿子就是个骗子 她给谁都不能给她钱 这叫什么事啊 我们在她眼里都算什么呀 我现在我跟你讲 我都不敢说话了 我我我我 这都什么事啊 行了秀英了 咱们不管了 能不管吗 你看你儿子去吧 睡到现在还没起呢 为什么呀 就是昨天晚上 在他们家又受气了 喝多了 我跟你讲 一喝多了最可怕的 要是什么吗 她她一受气 她就想起严敏了 天天把严敏挂在嘴边 你说这能不惹事吗 能不吵架吗 你说她为啥把办公室装修得那么漂亮呢 那就是跟严敏她妈置气呢 严敏她妈就骂她是穷光蛋 然后这个丈母娘呢又骂她是个骗子 你说哪个男人没有点自尊心呢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我求求你的行不行 老头 你去好好说说她好不好 我妻子是要说她 我得去骂她去教训她 你放心吧 好 这才向我们好老头 你现在就去 我得带她等我 我把这段看完啊 姐 主帮 主帮 你穿外头那双鞋 借我穿着行吗 不介意吧 还穿吗 行 谢谢啊 姐夫 钱的事啊 你别往心里去 有的还那你就还 没的还就拉倒 有什么呀 你千万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这贝贝说话呢是比较难听 也怪我那天说漏损了 你别往心里去 你说我能跟她计较吗 对 要说这家里啊 最支持你的也就是你姐了 在我看来 你们这场闪魂能坚持五年 已经是奇怪了 破天荒了 不是太不般配是不是 走 我先走 来 条线 还嫌 这家里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不爱听啊 她给你钱的是爱你 不给你也得干看你 这整天拿自己家当银行一样 吃完饭赶紧回婆家去啊 那么回去啊 我牛皮都已经吹出去了 我说我可以回娘家拿到钱买房子 可是现在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我丢不丢人啊 活该 你现在知道丢人了早干嘛呢 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小了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这每天养尊处优的像什么样子啊 你能不能找点正事干了 像什么话呀 赶紧吃 我吃不下了 古风啊 吃饭了 妈 妈 我不吃了 我去给金贝送衣服去 然后到公司变回衣服就行了 你坐下 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昨天晚上你跟韩老师都喝多了 回到家 你又把严敏挂在嘴边了 你知道吗 不会吧 我和你妈都在场还能听错呀 你还说呀 她妈骂你是穷光蛋 就像鞭子抽在你身上 到现在你都忘不掉 我说了吗 我跟你爸听得清清楚楚 儿子 妈跟你说 我们心里明白 这段感情啊 对你伤害是挺大的 你是不大容易忘掉的 但是咱得必须得忘啊 你不然的话 可得注意点 今后别人又从嘴边溜达出来 到时候不就麻烦了吗 我早就忘了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我现在连我自己是谁我都忘了 走了 走了 这就是敷衍我们呢 她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想想我就来气 你说这严敏是什么女人的 有什么好的呀 搞得我们家鸡犬不宁 她妈还又连找上门来 她也不想想 这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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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吧 吃饭吧 成了什么呀 这不有吗 爷敏 你要干什么呀你 你抱开我 咱再爬开行吗 爷敏 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呀 再来有什么可谈的 当初是你承诺我的 对不对 只要我不出现 孩子就能跟他父亲健康地成长 可现在呢 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 早知道 早知道你们会把孩子送走的话 不死也会把他抱回来 你想说好听的 抱走了你干吗要送过来呀 这 这是我妈要送过来的 行了吧你啊 你问问你自己 你对得起我们家吗 你对得起我弟弟吗 你别跟我说这些 对不对得起是我的事 现在咱们俩谈的是孩子 就事论事 你别把话题扯远了 我知道你是心疼你弟弟 我也不想害他 所以我只谈孩子 我只要把我儿子抱走就行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量量你们的行吗 爷敏啊 你别这样行吗爷敏 你放手 爹 爹 你放手 爹 爹 爹 你干什么呀你 你放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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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儿子根本就没有 在你们家 没有跟古风在一起 而是被你们当成弃婴 送给了韩俊胜对吗 你先坐下 这事不是一两句 能说清楚的 坐下慢慢说 妈 我差点就跟古风结婚了 以前我这么叫过你 到现在 我还是非常尊重你们 没错 当初是我不好 我错了 可孩子是无辜的呀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也太狠心了吧 你说谁狠心哪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你是来刑事问罪的是吗 你不狠心吗 我告诉你 小蜜来指责我们 还轮不上你 秀莹啊 你少说两句啊 小蜜啊 坐下来说 坐下来说 爸 这事古风不知道吧 好 那咱们再做一个交易 当初我答应过你们 只要孩子跟他父亲 在一起健康成长 我可以一辈子不见他 我做到了 现在 只要你们把儿子还给我 我也可以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这个秘密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如果你们不同意 那咱们都别想好好过 我说到做到 我说到做到 小蜜 快要我拿死我 回来 都怪你 怎么能要我呢 你看看你哪儿来那么大脾气啊 别添乱了 要没你还没这些事呢 姐 这是哪儿呢 这是哪儿呢 小蜜蜜 来了 来了 刚买的苹果和橘子 你要不要吃啊 太好了 再等会儿等会儿 你先 你先过去 你先过去 你看看你美的吧 来 吃点橘子 一斤橘子好 姐啊 我刚从我儿子学院回来 听她班主任说 这韩老师虽然靠工资吃饭 但她家里太有钱了 可她从来不露腹 特别含蓄 真的 还说 她家是开什么家具厂的 这学校老师要买家具 都找她 这学校要是添个桌椅板凳的 还找她呢 姐 他们打折 你再打几折 两折 你说 这不白送的吗 甭跟我说这个 开个家具厂就赚钱呀 那照你这么说 全国人民都做家具 那钱到哪儿赚去啊 赚谁的呀 以后你别跟我说家具 一提这两个字 我神经过敏 我不爱听 我说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那何散这班主任不干别的 就光说这个呀 我可不是套近乎啊 闲聊吧 还有 我这不是为小敏事打听了吗 姐 他们都说 这韩老师是个好人 就是他那个儿子 不是亲生的 是为了他那个病逝的老婆抱来的 为了安慰他 他们当时在恋爱的时候 他老婆就病了 但是韩老师还是娶了他 这是真事啊 当然真的啦 这人还不错 我听着听着 都肃然起敬了 姐 你说这么好的男人 上哪儿找啊 这廖棒到街上 打死一片 也找不到的一个呀 你词还挺多 姐 你说要放出去 还不疯抢啊 姐 你赶紧让小敏把他抓住了 别再错过了 你说这古风 他有什么好想的 有什么好想的 谁说不是呢 这小敏就是中了邪了 一提古风啊 我就来气 他就是我们家客行 妹 我觉得这姓韩的还不错 要不然 咱俩计划一下 让他们俩成了 妈 你放哪儿 一会儿我来 去去去 一边待着去 你怎么就这么讨厌我呢 我问你 严敏来电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妈 你说这个严 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我问你话呢 他来电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回答我的问题 那我不是怕你操心吗 怕我操心 你说得好听 可结果呢 就你那张臭嘴 只能把问题越搞越大 关心越弄越僵 你说你事先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去找他谈呢 你去谈 你能谈明白吗 你自己会不会办事 你心里不清楚啊 你会 你也没把孩子抱回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挤的我是吗 妈 我哪儿敢呢 我就是想告诉你 想要把这件事情捂住了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给他们家钱 他们家不就是爱钱吗 是不是呀 行了吧 钱钱钱 严敏跟他妈不一样 你信不信 现在他可能 已经跟骨头头底了